好了 中国的网友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左手边请来了猛龙队的后卫林树豪 我们大家也是非常想念他 想让他跟我们大家先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很开心可以访问 然后谢谢你们都支持我们 好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赛季吧 尤其是树豪你是从二月份被交易到猛龙的 你觉得到现在为止 你在这边住了快三个月 对于多伦多你还喜欢吗 非常喜欢多伦多 我觉得有很多中国人 亚洲人 然后就是加拿大的人非常有礼貌 然后非常喜欢我们的比赛 我们的球队 然后这里有很多很好吃的餐厅 只是有些时候比较冷 那今天我想聊一下你自己 因为刚刚也说了你到现在为止在多伦多 还有跟你球队在一起 其实在一起也就三个月不到的时间 你觉得你自己的打法 或者你自己这个playing style 就是有和猛龙队的这个fit吗 我觉得我觉得我可以帮助我们的球队 我觉得我的打法是 我觉得是很适合季后赛的打法 就是非常intensity比较高的时候 防守贴着比较紧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打法 我可以突破投篮这些东西都会帮助一个球队 我在黄蜂队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个季后赛我就表示的比较好 其实我们比较好奇的是 因为在交易来了以后 你中间其实感觉到在常规赛最后尾巴的时候 其实你在这个场上是有点点struggle的 但是到后面的时候 其实教练把你放到场上的时间就缩短了很多 你觉得是不是和这个在最后你这个regular season 最后这个ending这个表现有关 我觉得是 所以我 可能了解他的想法 可是我也知道 只有20场比赛 就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我知道我可以打得好很多 就是需要了解我的队友 需要一点点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我可以打得比较舒服 可是我觉得到最后 我开始很舒服的时候 可能就是 我没有那么多机会 所以就是很可惜 现在一直等一直等 一直准备 希望有一个机会 可以帮助这个球队 我知道 我知道 如果我有这个机会 我一定会帮助这个球队 所以 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那刚刚其实你也提到了机会 因为有很多中国的网友球迷 他们都就是很好奇 因为最近其实你们 你的另外一位队友 凡福利特 他并不是说在场上打得有那么的好 但是他们就有好奇 就是说 是不是应该让你觉得你应该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到场上面去帮助你的球队 因为现在上面这场比赛你都没有上场 然后第二场比赛其实你有上场 但是他们的想法是 不是说你一定要在场上有很多的时间 但是你应该最起码有一个机会可以上去展示一下 或者说去尝试一下 你会有这种 你对这个想法是怎么看的 当然我希望我有一个机会 这不是 我觉得这不是 只是跟Van Fleet的 你知不知道 discussion 我觉得 我觉得 这是 他也可以 我跟他也可以一起打 我跟他 或者什么 有一分钟 两分钟 五分钟 有这个机会 我觉得 就是 我知道我可以帮助这个球队 可是我也 如果 我会尊重我的教练 我会 为这个球队 sacrifice 当然 如果我可以选 我一定会上场 可是 我也知道 如果我没有这个机会 我就会 一直一直 就是跟我的队友 讲话 给他们 我的 我的 advice 或者什么 然后就是帮他们加油 好 就这么多 谢谢 OK 谢谢 谢谢 姐似